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合A-House, 我是主持人Leo 欠我大家很久的裝修片終於可以開始拍了 今天也是帶大家來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珠海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間屋 其實現在裝修已經接到尾聲 其實現在我已經做了隨傳的一個工程 基本上現場的一些裝修大部分的硬裝已經處理好了 由於今天搬家的第一天比較亂 在未做好之前的半成品才跟大家分享一些裝修的心得 希望接下來更多裝修影片可以幫助到有這樣的需求的客戶朋友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看我身處的位置 現在就在我家的正門 正門旁邊其實就是我將原先發展商精裝交流的所有鞋櫃 全部都拆掉 拆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顏色不太理想 我們以前的顏色是這樣的 現在的顏色大家可以看到面前的這個 是我最喜歡的深灰色和北美糊塗木的一個搭配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鞋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鞋櫃的一個造型 其實我也做了一些改動的 改動在哪裏呢? 我們先把一些櫃門關掉 因為現在剛剛做完隨傳 所以其實門是全開的 這個其實就是現在鞋櫃的一個全貌 其實它的改動在哪裏呢? 首先它原先發展商交流的鞋櫃 是一個上下對等的形式 我個人不太喜歡那種完全對等的狀態的東西 我喜歡一些有藝術感的 所以其實我做了一個造型是長短腳的 這邊是全高身櫃 全高身櫃的頂底就可以做大格的位置 並且增加一些活動的層板 那方便大家 女士朋友可以放高身的櫃 或者是放一些工具箱 一些靚鞋的連鞋盒的擺放位置 而我們做鞋櫃最重要是 根據現場的尺寸 是放一雙大家可以真的放到鞋的位置 這套鞋是43碼的 44到45號的腳都放得進 相當於歐馬的8號以上 8、9、10、11號 男士的鞋子都放得進 這個一定是最重要的地方 其次才是它的高度 當然第一格入面 由於我的弱電不想改位 所以增加了一塊活動的層板 即是這一塊 現場看到的這一塊 其實就是在這裡 弱電的設備放在下面 方便 上面的位置放強電 方便大家有時整電的時候 比較便利 而這一邊其實都是做了 會短一點的 所以我下面就用了一塊 純天然的威尼斯棕的大理石 去做修飾 這塊石我自己很喜歡 其實威尼斯棕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這個鐘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會 花點心機去養護一下它 因為這塊石很有眼緣 一眼我就看了 玄石自己拿回來 再切割自己想要的樣子 一定是這些灰和黃雙間的位置 它有些尼羅河的感覺 所以威尼斯棕和威尼斯棕最大的不同 威尼斯棕一定要有黃色因素 黃色的元素可以和我選擇的這隻糊塗 可以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和諧感 正如我們看到後面 我用一些格山作為頂的修飾 OK 這個位置放一些 車匙、紙巾、口罩等等 上面做了一隻特別強的光源牛角燈 所以這個位置我會放一個很大的花瓶 是放一些長枝條的植物在這裏 水性植物 這就是我們入門的一個圓關的改動 門呢 現在是跟訓練商的顏色 之後我會噴色 噴完色呢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關注的 噴你的效果好不好 下次噴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我開放式書房 大家知道我原先的設計 是把入門的第一間房間 鋪通完之後就做到這個樣子了 這裡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喜歡問的 在這裡解釋一下 正常來說我們鋪第一間房間 需要改動些什麼呢 首先兩個大因素 第一個就是看回我們原先的交流標準裡面 有沒有風管機 也就是有沒有我們的中央冷氣 這裡本身是一間完整的房間 所以它原先有的 正如大家看到它的檢抽口在這裡 我們客廳的檢抽口在這裡 所以為了令它和諧 首先我們第一點要想的就是 天花如何去做改動 這個很重要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對天花的要求 我是希望簡單簡潔 正如現在這個職來講 最好的做法是把天花全部調平它 可以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毛主燈 或者大家經常會看到的 懸浮式的天花 就正如我們華法的彎仔1號一樣 這裡我是做了一個最簡單的改動方法 正是把原先這一幅牆連著的天花位 把天花全部掃平它 這個就是最簡單 也是最簡潔便利的方法 但出來的效果其實都很漂亮的 因為我把原先所有的這些銅燈 我全部保留它 好了 這個就是我平時工作的小天地 現在有點亂了 大家忽略它 先來看看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個位置 看看這個房間之後的天花 就是這樣的造型 其實就是根據原先這間房間的天花 沒有做任何的修飾 不需要改任何的電位 不需要改冷氣位 還原出來的天花 所以其實我們做這種客廳的房間連接 打通的工程 第一件事先看天花 再看風管機 第二個就是看我們通鋪的地磚 那我們就可以和物業 在最早期收樓 就已經買回這隻廳的地磚 其實是會有少少的色差的 但是色差不大 WithFilm在5%之內 大家肉眼是不太覺得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有很多傢俬的東西 會放在這裡 OK 這個就是我書桌的位置 書桌這裡其實我做了兩個連接 首先就是和我們面前見到這一大片 其實它是一個深灰式的書桌 這個深灰式的書桌 其實是比較長的 我其實為了這個長的書桌 就想了兩個形式 第一個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木作的設計 大家看到其實我們這個桌是一個3D的造型 看起來是不是覺得它好像要爆開 其實不是 它每個面都是獨立的一塊板 V字形和V字形這樣貼在一起 扣在一起 這種形式做 然後我們整個桌面的光性會非常之強 即是它很硬正 雖然我的span很長 但不需要擔心我電腦或者長期復按工作的情況之下 中間會凹下去 第二個就是裡面我們用了全木框架去做 所以其實這個桌非常之穩 所以用了這種截邊的工藝來講 增加它的光性之餘 其實是令到這個桌沒有那麼悶 有一點點疑似的 沒有那麼悶 而且我選的這個灰色 其實它的表面是有一點點沙痕的 有一點點沙痕的 這種材料其實它防水素性質地都非常之好 按照原設計來說 這一塊桌面是直接扮成這個小桌子 這個小桌子上面會擺打印機 下面可以放一些文具工具 由於我之後可能有機會這張桌子會動 所以我乾脆將兩張單獨的位置完全分隔開 碰在一起 我下面就做了兩隻腳 這隻腳是牙加力腳 即是大家所說的膠腳 我做了兩隻 其實出來的效果非常之好 喜歡圓浮的朋友可以用全透明 喜歡有一點反光色差的話 就可以學我這樣 用茶色或者深刻色 而且非常之好實正 這隻腳 這隻腳是出來的效果非常非常之好 而我用了兩隻 所以其實整張桌子 它不會很heavy 它會給你一種很斯文的感覺 但它又很長很夠用的 這就是我最希望做得好一點的位置 就是我書桌 因為我經常會在家裡工作 另外就是我後面的這組櫃 這組櫃其實有幾個功能 家裡的沒有用的收納 而且我用的玻璃是全黑的 基本上是不著燈的話 它是可以形成一個雷反射的狀態 可以當鏡照 看不到裡面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多公仔 可能放文件 放家裡的淋滋東西 還有這一組櫃大家很重要 首先做這組櫃 我們首先要看幾個因素 第一個 你的天花改不改 你一櫃要做厚身一點 你的天花就一定要改 並且我們這一組櫃 一般來說會參考 門旁邊的這幅牆 你用不需要做長的齊邊 長的齊邊 考慮的第二個因素 就是我們到窗邊的位置 這裡 如果我們做到去長邊的話 這個櫃會多出十公分 大家這樣看 是否遮住窗的一半 也就是說遮住了一些通風的位置 所以當時我希望有更好的採光和通風 我犧牲了這10cm 這組櫃 三個因素 天花 門框 還有採光位 三個因素 決定這組櫃的大小 這組櫃的第二個因素 就是看到下面的這個位置 高身的 中間高身兩線門的位置 我建議好像這樣 全部都會做活動層板 有什麼用呢? 可以放行李箱的 這裡有30cm的厚度 可以放行李箱 可以放一些可以搭高的小椅子 大家如果平時招呼朋友的話 我家不夠坐 需要一些圓的板椅 小圓椅 可以全部推在這裡 關上它 OK 這邊我沒有摺到自動上下水 因為這個位置沒有水位 所以我唯有自己 換水 但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放一部素力機人 在這裡 解放雙手 上面就是放一些 替換的用品 因為現在剛剛脫完甲泉 所以其實整個板材裡 都有很多這些東西 OK 下一期的影片會和大家分享 新屋到底脫不脫甲泉 這件事 安全第一 我們自己做的這些板材 其實全部都是零甲泉 只不過就是 我是不喜歡這間屋有味 所以我會連正味一起做 順便脫甲泉 這間屋立即住都不需要擔心 OK 那這裡的書房我是用了女伯業的 那伯業平時可以全部把它收起來 那麼 省了這些位置 正如這裡有30cm 又可以放一些小椅子 家裡的梯子可以全部推在這裡 遮住它 好了 那第二部分 來看看我們的客廳 客廳的改動 首先我們原先的單位的擺位 這個位置其實是電視機背景牆 我是把整個角度 擺轉180度 那好處就是我們坐在沙發的同時 我們已經可以看著外面的景觀 會比較開揚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 改完的電視機背景牆 我是喜歡簡約一點 沒有那麼多這些所謂的硬板 大理石 我喜歡掃一點 那其實它重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重要的地方就是這一隻藝術出 這隻藝術出 可以做得出來最接近天然石的石感 磨石感 尤其是大家看過彎仔1號 大家看到一隻 意大利超百動的洞洞石 其實就是有這種 很有被風化過的歷史 一種滄桑感 一種斑駁感 而且我一定要留這種自然縫的 留一條界出來 現場大家是拿東西刨出來的 那這一隻進口的藝術出在哪裡呢 第一個是它完全沒有味道 所以所用的所有原料都是天然的 包括這些石粉 都是卡拉拉山上 真實的礦石磨成的粉來上漆 而且我們會用最粗的施工材料 去做出你的效果 做完之後我們會一共上六層 三層底、三層面之後 我們會上一陣罩面 水剩七套下去 平時你是不需要清潔的 完全不需要清潔 就算有的話 你用雞毛掃掃掃它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壁坑的做法 這個壁坑是全不鏽鋼的 全不鏽鋼可以把整部電視 按照完整尺寸進去 電視兩邊留兩個手指位 方便可以放到電視 這個很重要 這個整個壁壁坑 其實我們的看點在底部 完全看不到有看哪個位置 所以整個黑色是很純淨的 這邊我會放一幅畫 這個地方我會放畫 放一些去旅行相片的泥板 我可以常常換 所以這個多了一個我置物的位置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放的就是85吋的電視 我買的是Sony Sony看Apps比較方便 OK 同樣地 我們原先的這幅牆都可以全拆 我為了其實梳化的位置 和書桌的位置 可以有一個動靜分離的小分格 我都是用了 大家看到這一隻藝術七 意大利進口技術七 是黃色的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 廳的大概位置就是這樣 露台由於封不了窗 沒有做太多的改動 我只做了一段的包管櫃 那些人就會問我 為什麼你不做完它 首先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首先我們知道 我們整個露台的管 分為橫管和書館 書館就是這一條 它會收掉一些 天面水、雨水等等 這條橫管的重要功能 就是這個 泉水灣 這個泉水灣其實會收到很多的垃圾 哪裡來的呢? 樓上那家來的 如果我們施工期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鐵釘 沙、石不要清光的情況之下 它上面的去水會非常之差 而且水會向上去倒灌 所以它有機會過來清這個泉水灣 就算日後都有機會需要 所以這個一定要與人方便 就是對自己方便 所以橫管一定要流出來 不然你只要檢收 非常之麻煩 那樹館我可以包起它 喜歡隔音好一點的朋友 其實可以包多一層隔音棉 但其實我自己沒什麼所謂 因為在外面我都聽不到 與這個空間可以留電位在裡面 可以放Dyson的一些清潔用品 清潔器具 甚至乎放一些小椅子 梯子 你不想見到的那些 你可以全部推在這裡 上面都有一部分 OK OK 好了 整個露台沒有東西改 好了 看看我們的餐廳 餐廳這一邊 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部分 首先都是煮色調 用胡桃木 配合深灰色 這隻灰 我全屋的灰是同一色調 但用的品牌是不一樣的 首先所有桌面的位置 我會用回書桌的那隻 有4粒感 都是外格這個牌子 盡口的 OK 面來講 我會用回這隻木紋質感 非常之強 很粗的 我不知道拍得出來效果好不好 其實是很粗的一個狀態 這裡可以幫我家屋 做了一個非常之大量的收納 我會很開心的 首先講到這個設計來講 會分為幾部分 首先就是這些櫃 我們整個餐邊櫃的size 我是將整個天花 向外延伸了接近25cm 為什麼呢 就是這一部 我們市面上絕大部分的水機 一些咖啡機的原始尺寸 是會超過發展商預留給我們的天花 僅僅30cm 一定會凸出來的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做完之後 才會發現 原來我買 之後買的電器是這麼不方便的 大家如果在想原始上 又夠方便的情況之下 先選好電器之後 再去做這個設計 我寧願犧牲少少 放餐桌在一個位置 都需要把這個位置做得更加實用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我每天都會用的 所以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好了 第二部分就是 這裡的一個設計元素 其實會有少少衝突感 首先大家知道 我選了一張好花的餐桌 寶格麗的黑色 黑色和白色的比例是接近50% 而且黑色的碎點 盡量以不規則的石紋去處理 正方形 三角形 圓形 等等 它的比例越均勻越好 越均勻越好 所以 選擇石方面 大家感興趣 都可以和Leo去探討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天然石 這件事 好了 講回這個餐邊櫃 餐邊櫃 其實我是想在現場做一個比較過度舒服的位置 所以我會做到圓邊 圓邊工藝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是一個帽 最重要是手工的收邊 我自己對手工要求非常非常高 特別是打膠 打膠打得不漂亮 這件東西就會很弱 由於現場比較骯髒 整組東西都是外格的 包括我們看到底面的這一塊 原先的設計 這塊底是白色石來的 但是由於我選了一個石桌 真的太花了 所以我會用一隻有石紋質感的板 這塊是板來的 但是出來的效果真的好似石 甚至乎好似一些PU質的一些皮紋板 但其實都是外格的板材 出來的效果其實非常棒 這個是開了燈的效果 這個是沒有燈的效果 其實它有一種鐵鏽的感覺 鐵鏽鏽的感覺 但是可以跟木紋 以及天然石的效果 可以完全襯托出來 所以它整體的效果 會非常之好 而且我選了一隻有冰川一些碎石紋的椅 不知道它看得清楚 我這個位置 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它裡面好像碎石一樣 有三種顏色 可以通過手機去調色和色溫 這個很重要 OK 所以都是一樣 我餐椅會用回全客把整個按跳桌子的顏色沉下去 OK 好了 廚房沒有東西搞的 廚房完全沒有動過 只是我添置了很多這些沙波蘭山擺假餐的位置 還有換了一個洗碗機 洗碗機大家有很多牌子可以選擇 是包裹改櫃櫃 改了廚櫃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是機廠來安裝的時候包裹改櫃 這個真是放一萬個心 OK 剩下的就是紅酒櫃 一些擺位的位置 好 到我們一個生活露台 這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我很懶 所以那兩件套一定要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色跟室內的灰色是同一組色 但其實它不是木櫃 它是鋁合金櫃 鋁合金來的 這個鋁合金 就不用擔心一載雨淋 可以跟我洗衣機 和我裡面所有的櫃體的顏色 全部做到搭配 而且我們整個櫃的收納是非常非常強 好了 看完我們一些外面外部的區域 就來看看房間 首先就是房門 我全部都轉了 都是轉了銅色的木 這些木其實我們除了看色版之外 我們會入廠選擇板材 才可以一次過搭整整個屋的木 當時我會拿起櫃體的顏色 鋁合金櫃的顏色 櫃面的顏色和門的顏色一起對 希望盡可能搭到一種很和諧的效果 這些門其實就是木門 木門來說 邊框最窄只能做到這種3.5cm的闊度 如果大家想做一體式的全隱藏門的話 連護牆板一起做就是另一種做法 這種情況門可以正常現場做 或者可以做鋁木門 如果大家想做這一條 例如這裡我特意留白 因為我覺得門太黑了 所以這邊我會留白 之後會有一幅畫做點綴 所以這邊我沒有做任何的護牆板 我是希望留白的 好 房間來說 很普遍 這間是一個客房 爹地媽媽住的或者客人住的 都是用黑色櫃 米色床 色調來說就跟回大廊 另外一個就是我自己用得比較多的空間 就是這個衣帽間 衣帽間全部都是貴的 這個貴的形式其實我會和外面不同 我是會做淺色一點的 因為免得房子太黑了 OK 衣帽間大家其實就是根據自己的一個使用需求 在這裡 我是需要有一塊很大塊的鏡 所以這塊鏡就幫得到我 這個位置我會有一個燙衣架 裡面全部都是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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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窗台的做法有幾種 第一種可以在這裡做一個梳裝桌 因為我自己不需要桌子, 所以我會做一個很小的桌子 所以其實剩下的所有位置都是放衣服, 放我自己的東西 我們窗台的另一種做法就是做到這樣 兩邊做了一套櫃子, 放一些袋子 中間見光的部分, 黑色玻璃 裡面就可以放皮帶, 領胎, 或者其他的裝飾品 裡面的格子是可以通過淘寶去訂造的 下面見不到的位置就可以放一些鞋襪等等的東西 最後來看看我們的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的位置全黑色調 原先的設計來說, 其實是這裡會做完這隻木色的 但是因為我希望房間真的不要再太黑了 所以就只做了窗框的這一邊, 做了木色調 而窗台我是不會做軟墊的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天然石和木質的一個連接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種類型的效果 主人房方面就是這樣沒有任何改動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做了一個 油面玻璃可以連接 我們一個過渡式衣帽間的位置 平時將它全部燙開的情況之下 是見不到入面廁所門的 OK 所以現在呢 基本上我的房子是屬於一個半成品的狀態 下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完全入屋之後的小家電的安裝 以及一些使用上的心得 以及到底我們買新屋 需不需要脫甲船 繼續關注Leon的裝修片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拜拜 好